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杜鹼花 进入了这个秋季 不少花药的杜鹼花都会开花了 比如像我这一盆也会开花了 但是也有一些花药的杜鹼花还没有开花 相信也有一部分的花药的杜鹼花 像我这一盆一样挤开了一朵花 那么挤开了一朵花 我们要不要给它修剪呢 其实我们可以给它修剪 也可以不剪 因为我们养殖杜鹼花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让它开花爆满盆 但是它只开一朵花 没有什么观赏价值 我们可以把它修剪掉 因为这里这个枝头上 还有非常多的花苞 大家看上这个枝头上 还有非常多的花苞 还没有开放也没有露色 它是要养分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开花的 把它修剪掉 减少养分伤耗 因为它没有观赏价值 那么我们把它修剪掉之后 再给它试用一些连甲肥能量 这个花苞生长得更加庞大 促进它快速的开花 给它修剪之后 就是给它追加磷甲肥 比如花多多二号 或者是磷酸二氢甲 这种磷酸二氢甲 它是一种高磷肥 百分之九十八 它可以促进菊物 生长得更加倦胀 使这个花苞更加庞大 快速的开花 使用的话 这个根据说明书 给它喷洒或者是交换 都是比较有利于它失收 这个花苞比较瘦弱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喷洒的方式 喷洒的时候 最好就是往底部 这些叶片给它喷洒 因为这些去孔 都是在叶背面 整个集中都给它喷洒均匀 这样的话才有效 失收养分充足 才有利于它开花更加快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